对于门外汉来说,杨丽萍的经典舞蹈《雀之灵》好像并没有多少难度,只需要有软弱的腰肢以及修长的四肢,再下点苦功夫就可以了,然而只有真正舞者才知道,虽然学会这支舞很简单,甚至有点功底的半个小时就能隔特完整动作,但要跳出他的灵魂却绝非朝夕之事。 而目前,学习《雀之灵》这支舞的舞者越来越多,但别说超越杨丽萍了,能像台丽华一样以此得到观众一句,不错,的也是少之又少。 提及台丽华,很多人都对这个名字必然是感觉到陌生的,但提到2004年雅典残傲会上震撼了全世界的舞蹈《千首观音》的零舞,想必屏幕前的你,就有一种恍然大物原来是他的既视感。 而让他真正成名的还是2005年的央视春晚,在那个舞台上,台丽华与舞蹈团的11位姐妹们,再次惊念了全国观众,让他们明白了,身残至尖,并不是一句空话,聋哑人也有属于自己的精彩。 说来台丽华也并非天生听不到声音,但两岁时那一场高烧使他自此与别人不一样,而他直到五岁才意识到这一点。 虽然如此,台丽华却没有像父母担心的那样,自此活在自己的世界或者害怕与人接触,他乐观开朗,并从未将自己当成弱者,而当他进入聋哑学校接触,律动,后,更是爱上了舞蹈这种同样能让自己畅快淋漓表达情感的方式。 15岁那年,自学舞蹈将近十年的台丽华,在残联的帮助下虽然敲开了武汉市歌舞团的大门,但歌舞团的老师只答应给他一个机会,收不收他这个徒弟还是要看他的表现。 然而台丽华却用一个月日夜苦练的无声版《雀之灵》征服了老师,让自己成功转正。 而台丽华对于《雀之灵》的灵动演义,也让路过的国家一级导演张继刚起了爱才之心,将其引荐给了杨丽萍,想请他来指导指导台丽华。 然而杨丽萍虽然欣然前来,也被台丽华在舞蹈上的灵气感动,连连称赞台丽华。 只可惜的是杨丽萍彼时心中已经有了关门弟子的人选,于是,杨丽萍也只能与台丽华在《雀之灵》上临时客串了一把《尸图》。 虽然台丽华无缘拜师杨丽萍,但她还是靠着自己的努力,在舞台上逐渐站稳了脚跟,甚至也让自己《雀之灵》的剧照,成为目前中国艺术家中,唯一一个有相关照片,被挂在世界顶尖艺术殿堂,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的墙上,接受全球人的瞩目的一位。 因为坚韧不拔的心性,台丽华收获了成功,同时也遇到了幸福,她的丈夫名叫李春,并不是豪门显贵,只是一个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的学霸。 两人恋情的开始浪漫的像电视剧,在1995年那个被纷飞的落叶撒了一身金黄的秋天,台丽华敲锁了大门,而李春在开门瞬间就对这个笑容温婉的少女一见钟情,在得知对方听不见时,她也没有落寞反而欲加想保护那个女孩,于是她从隔壁邻居,也就是台丽华的朋友那里要到了她的联系方式,开始朝着自己的女神发起了进攻。 2013年的春天,爱情长跑七年多的两人水稻渠城举办了婚礼,而随着孩子的降生,两人世界变成了三口之家,生活愈发的圆满。 如今台丽华已经41岁了,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印记,她的生活也因为成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唯有她的心境从未改变,一直低调却坚韧,而她们的小家也是一如往昔的幸福。 与她的孩子,虽然因为台丽华的保护,无缘得见卢山真面目,但据知情人透露,孩子很活泼也很可爱,重要的是十分健康,而得知这一点对于喜爱台丽华的粉丝已经满足,祝福女神一直幸福下去。 特别声明,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,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。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、版权或其他问题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